几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 这边有个类似题 成绩计算 大概就是ABCD 或者合格不合格 使用的方法 那我把它区分成两重逻辑 这个合格不合格 多重逻辑ABCD 那因为呢 平均成绩 如果你是输入 大概最好是前面有三个成绩 所以三个成绩 我们在刚刚那个Excel档案里面可以看到 前面其实是有三个成绩 这个三个成绩 所以如果说我可以让它输入三次 我再去帮它平均 就是相加除以三 把结果再来判断 这样感觉会更合理 只是说这个部分 会需要增加三个input 但是问题三个input 你需要产生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其实 我是觉得 以后如果你资料量很多的时候 好像三个变数 如果你多个变数 处理起来不方便 所以一般会怎么做呢 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增加一个什么 前面有讲过List 这个List的好处就是说 反正不管了 你就是一直加下去 有几个成绩 反正我帮你串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你再把 所以呢 你要学会如何宣告 就是如果产生一个空的List 然后呢 再来就是怎么样把资料丢到List 里面 然后再把资料取出来 OK 然后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会有 大概会有四个变化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重点 画面都有 我只是demo一下 就会看一下 请不可以 可以试着做做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请输入成绩 前面有个scope去接它 这个scope接到之后 判断合格不合格 所以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我想打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68分 Enter 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第二个的话就变化一下 就是ABC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 但是也还OK 主要是什么 把刚刚的程式 其实我是把这个复制 来修改 保留旧的 因为专案管理是最好是保留旧的 不然你要回头回不去了 东西不见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做过的 就把它怎么样 再把这个专案 这个module按右键 copy一下贴上 有没有 然后再换下一个 34 一直把它 一直增加一个号码而已 然后这个scope的话 如果输入之后 如果大于等于80 就是A 如果大于70 而且是小于80 这个range 那就是B 反之再来就是60到70 记得是小于 没有等于 然后是C 剩下来就是D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 如果这个逻辑OK的话 那就输入 85分A OK应该没问题 那如果今天输入的是68 应该是C 没有问题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那你try一下应该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变化 因为输入目前只有输入一个平均成绩 可是我希望把它变成三个层七 假设ABC好了 你们自己再编一下 或者可以参考云端上面这个范例 或者一二三 或者你自己改一下 国语 数学 英文之类的 把它改一下 那输入完 所以我这边的话 改了之后 一样把它复制 贴上之后呢 然后呢 就是够三 那就是用ABC 这个比较 比较单纯 但是问题 你需要 宣告 你要产生三个变数 那我用最简单ABC好了 那一样呢 输入这个成绩到这里 输入成绩 那最后把它相加 除以三 不过返还应该会是有小数点 那我就外面不报NT 如果报NT的话 它就变成只留下整数了 那我这边一样 所以执行的话呢 会是先输入第一个成绩 输入第二个成绩 输入第三个成绩 Enter 它给我一个最后的 叫它们的结果 应该理论上是正确的 但是呢 问题 这个地方有个变化 我必须要产生三个变数 那以后呢 慢慢你要弯 这个地方 就要试着把它变成用什么呢 用List来处理 List我刚刚有解释 有没有一个变数 里面可以放很多 而且还可以放不同 资料形态的资料 不过因为这边没有全部都是数字 所以你实际上 假如你要产生个List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产生一个List 之后的资料怎么样加进去 一如果你要产生一个List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产生一个空的List 那怎么样产生一个空的List 就是A等于一个中瓜骨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里面 我都还没有放东西 反正你就先帮我产生一个空的 那第二个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一个一个的加在后面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在后面打一个A A是个List A是个List 你会发现 它会把List的里面所有的方法 跟属性都帮你列出来 其中用拆的 其实以前 我想你们如果以前用过其他的 那个资料库的一些物件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Append Append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帮你加在这个字串的里面的后面 Append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就对了 OK所以我们用Append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其他 有没有Remove 有没有Reverse 这个拆应该可以拆 它的count 有没有 拆也可以拆 Copy 有没有 这些其实都蛮好理解 有点像在记忆体里面操作一些 你资料 多样的资料你要怎么去处 我们现在只需要Append 所以我在这边 A.append 然后把它输入的资料 先转型之后 帮我加在这个list里面 所以加进来之后 他就帮你把第一个成绩 放在这个list的第一个里面 再放第二个 就放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只有一个A的变数 你就不需要ABC那么多的变数 那只是说呢 将来你要怎么样把它取出来 加进去可以用Append 如果你要取出来的话 因为它刚好顺序是Index 所以引直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0 所以如果你要取出来第一个的话 刚好是什么 中瓜弧0 第二个中瓜弧1 第三个中瓜弧2 特别最后123就通通抓出来了 当然你未来如果有很多个的话 你当然 不过另外你 招跟list还会配合回圈 因为for回圈 佛它的0到最后一个 你也可以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捞出来 然后最后去处理 甚至丢到资料库也OK 因为很多时候list会配合资料库 再把它动态塞到资料库里面去存起来 最后的话呢 当然 如果你希望知道说 到底list里面长什么样 你也可以看到 这边加个print 我这边是有个开关 Ctrl加斜线 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用 因为你开关 如果把它关起来 就Ctrl加斜线 然后打开给各位看 那直接执行它 OK 第一个成绩 它就帮我放进中瓜弧里面 不过现在看不到 我等一下最后print一起 OK Enter 它会先执行什么 这个print 我把那个list里面的东西先print出来 最后再告诉我它的结果 OK 所以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这边会多一个这个list 所以你会发现 在A里面放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list 里面就是这样的结构 那它的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A中瓜弧0 中瓜弧1 中瓜弧2 那你append的几个 反正你以后的话 甚至你可以用count 有没有 算里面有几个 你再用跑个回圈 就把它全部资料 可以把它全部捞出来 那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我以后 应该一定还会用到 所以我只是开个头 以后list也用到的话 我们还会反顾再跟各位做说明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的话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那请试一下就是说 刚刚有总共有四种变化 一 合格不合格 二 转ABCD 三 再把成绩变成三个 四 再把三个成绩用list 来处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刚刚那个四个变化的画面 我也把它拍照下来 放在云端上面 我想还是练习 反正这地方就练熟了之后 以后 就是拿什么资料来 很顺利的你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丢到它应该放的位置里面 比如外部云 网路上的LOW资料 丢到Seqlite里面 那当然丢到Seqlite之前 可能你需要一个地方暂存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熟悉list 如果你list的不熟 哇 是要来了 糟糕 产生变数给它 哇 那资料一百笔 那么你不是要变一百个变数给它吗 当然不可能 你就是加一个list就可以 资料append append 反正管它有几个 而且有些时候 这个大数据的概念是说 它来源不确定啊 那我怎么可能说 我已经编那么多个变数在那里等它 所以你用list的就不用这个问题 反正append 一直append下去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